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最近央行发出了一个通知 这个通知的精神是说 为了防范网络电信的诈骗案件 那么今后这一类的支付账户 每天的支付的额度和支付的比数 都要受到一定的限制 于是有不少人在担心 说这种精神和规定 会不会影响到目前移动支付的市场格局 甚至对今后民众的支付的习惯 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们今天也来讨论 在直播当中 您可以随时发表您的看法 将有可能获得 门窗木墙五金专家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我们首先了解一下 央行这次通知的主要精神 为了防范电信网络新刑违法犯罪 央行近日下发了 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 防范电信网络新刑违法犯罪 有关事项的通知 通知要求 从12月1号开始 同一人在同一银行只能够开立一个全功能的支付账户 个人通过ATM机转账的 发卡行在受理24小时之后办理资金转账 期间个人可以向发卡行申请撤销转账 通知还对支付宝 微信支付等支付机构的个人支付账户进行了约束 和对银行的要求类似 从12月1号开始 非银行支付机构为个人开立支付账户的 同一人在同一家支付机构 只能够开立一个全功能的支付账户 而且从12月1号开始 在为单位和个人开立支付账户时 应当和单位和个人签订协议 约定支付账户和支付账户 支付账户和银行账户之间的 日累计转账限额和笔数 超出限额和笔数的不再办理转账业务 通知还提出建立相应的惩戒机制 加强对买卖银行账户和支付账户 冒名开户的惩戒力度 加强实名制管理 这个就是央行这次发出通知的 一个主要精神 就是为了防范网络电信的 这个诈骗案件多发的态势 所以说要求今后像支付宝 微信钱包这类的支付账户 每天的这个支付额度和笔数 要受到一定限制 于是呢有很多人就说 说这个做法是不是以打击诈骗 这个名义来实际上呢 是打压了支付宝和微信钱包 这些新兴的网络金融工具 文才你的感觉 我可以直接讲是有打压作用 为什么我先讲这个简单一个例子 国际拼年啊 一直在出很多的政策规则 比赛规则 很多的规则出来呢 明显是正对中国的选手 就是我们中国队的 对 那它是有促进整个全球的 乒乓球的发展的公平 但是换句话来讲 它对中国这种一个乒乓球 它是有打压作用的 另外一个我们也看到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两个的市场份额 已经占了80%了 整个80%看下来 就相当于中国平盘球一样 那么出来的很多政策 虽然说它是打着这种公平的旗号 对整个行业有同样一起 这种措施 总是一视同仁 对 但是我们也看到 正是我们最怕的是 很多的政策 是打着市场的公平性原则 而出来谢谢它相反 反而是出现了 很多的某些企业 它就有失供应了 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我们希望 在整个未来 它针对不同的企业 不同的用户 它能够更多的细化 更多的人性化 文才的意思是说 央行呢 多少有一点 辣偏价的嫌疑 这个罗罗你的判断和分析 我认为 它主观上是打着 这个防诈骗这个旗号 但是客观上 对这个第三方支付平台 确实是有这个打压的 一个效果的 就是这个支付宝和微信钱包 对 确实有 因为比如说从商户 作微商的 或者经营就是网上购物的 这个销售的这个商户来说 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对商户影响大 特别大 对于个人呢 对于个人呢 个人还好一些 因为它用的评次 本身就不是特别高 对商户来说 它每天交易额呀 交易数是特别多的 所以说这块影响 还是比较大一些 对 但是刚才石磊说到说 这个贵面业务好像没有什么 对 实际上我看一下我们这个通缉 它的核心内容 就是为了加强这个转账业务的管理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去过分解读 虽然确实是 对于这个在网络上的这些卖家 尤其是商户而言 他们可能他们的转账 这个次数 还有这个额度 可能会受到影响 但是这个通知里面说得很清楚 对吧 你可以跟你的这个支付平台 或跟银行 你签订 你所需要的额度 你所期待的这个比数 这个实际上 我觉得大家做生意的人 应该对自己的业务量 应该会有一定的了解 对吧 然后我们实际上这一次 最严格管的就是非贵面业务的这个管理 所谓的非贵面业务 就是说你的手机银行 电话银行 APP 然后我们包括我们的支付宝 ATMG 各种 ATMG 各种 只要不是在贵面上办理的业务 都是非贵面业务 这些的转账业务 全部都受到了限制 我心想人家 央行 这个银行 人家这个 央妈的亲儿子 人家银连案什么 都受到这个限制了 更何况你这个什么 第三方的支付平台 我们用来用去 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潜在考虑 对吧 他出这个钱 他不是说限制我们消费 只要大家 我们都希望大家都消费 对 作为银行更希望我们消费 你只有消费了 才能有机会 从他们去贷到款 对吧 你们都不消费 刚才提出一个 很有力的一个证据 就是说 你看那个央妈的规定 对我们那些 国有的传统的商业银行 它都没有什么例外 都是有限制的 所以说 其他的一些互联网金融工具 是不是想多了 没有那么严重 我们要看到 很多的传统银行 它是在贵变 正是因为它是主要的业务 在贵变 而我们很多互联网的金融公司 它主要在网络上 这些政策 很大一部分是网络上 那你是否能规定 你在线下柜台转账 有限制次数呢 还是限制金额呢 所以这也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也看到这一次的 它比如说价钱的知名字 还有一个比如说 转账的延期到账 那这个应该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是也有个问题 如果说你急用钱怎么办 急用钱怎么办 去贵面去转 是不受到24小时 但是我们人大家都追求 因为现在的互联网时代 追求效益 便利 但是便利性越高 风险性也就越高 为什么这次这样限制 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性 我们这个限制政策 不可能是永久性的 只要针对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在我们的软件 在我们的购物环境 购物习惯 没有养成之前 加以一个临时的限制 24小时 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然我们会有数据 来说明这个事情 对 它的言下之意 就是认为说 目前的这种 比如说你自助操作的层面 目前的整个社会环境 或者是金融环境 安全系数 有的时候存在一些问题 为了保证你的资金安全 央妈要求说 格外给你加一道保险 帮助你少犯错误 但是话也说回来 就是刚才文才提到 就是现在的一些 互联网的金融产品 他们更多的是 强调你的自主来操作 你的自助服务 而不是在柜面上 那么这个限制 是不是觉得 好像主要限制的就是我 我觉得有点疼 我们来了解一下 在国内移动支付的市场上 拥有4.5亿用户的支付宝 已经拿下了 超过50%的市场份额 微信支付 拥有30%的市场份额 在一定程度上 面对用户规模不断增长的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银行在移动支付 和互联网金融市场的份额 正在下降 比如就限下支付 这一方面来说 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 扫码支付成为主流 而银行银联的云闪付 则处在一个相对暗淡的状态 正是在激烈的竞争之下 银行开始放开二维码支付限制 工商银行等纷纷开始推出了 自家的二维码支付产品 力图撼动支付宝 微信在这一市场的优势地位 此外 在微信支付宝 相继提现收费之后 银行在近日宣布 同一银行异地转账将免费 力图通过免费的手段 吸引广大用户 这个就是分析了 为什么有很多互联网金融产品 或者是企业 他们的反应好像比较强烈 认为说限制的方向 主要是限制我们这类的企业 那刚才罗罗也提到了 就是有很多的人 已经习惯用支付宝和微信钱包 比方说你支付每天 什么有一定的比数的一个交易 现在有了限制之后 你觉得会影响到 大家的这种消费的习惯吗 我觉得不会 为什么呢 因为一个消费习惯 它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是个日积月累的 一个养成的一个过程 也不会因为一个政策 它就把这个习惯给改变了 第二个的话 它移动互联的支付 它是个趋势 所谓趋势呢 它就是一个大潮流 所以大家也不会说 因为政策 中间哪怕出波折 对对对 方向不变 是 但一定是这个反显的 所以这个不会改变 只是开始可能 刚开始也不太习惯 怎么被卸了呢 那句老话 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但是道路很可能是曲折的 有曲折 我们回归到这一个通知 我们也看到 其实我更想把这个通知 定为它是有关部门 对当前这种网络诈骗 的一种堵的政策 而不是因为输的政策 输 因为它成 财源过程根本上解决问题 而毒呢 只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很害怕的是 我们很多的政策出来 只是为了解决 某些表面上的问题 而实际上 我们的消费者 现在已经用支付宝 用微信 现在我们都在谈特着 我们做微商 比如说转账怎么处理 以后大额的这种交易 怎么处理 不是说你们可以事先 和这个支付平台 或者是银行约定吗 可以适当地放穿 你的这个转账的额度 或者是支付的这个比数 我觉得 那个吴水有点过滤了 实际上说 你也说得很清楚 你根据你的这个销售的额度 和你每天转账的这个比数 你可以自己去约定 甚至可以放大一个系数 可能我过两年以后 我业务成熟了 更多了 我可以更加去放大这个系数 当然我赞同你这个观点 首先这是做的是赌 没有错 因为现在没有想到输的办法 如果说我们有输的办法 我觉得我们的银行 肯定先去输 而不先去赌 赌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银行也希望这个钱 能够把它流动起来 我干嘛把它赌得 不让你们用呢 对吧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这个转账 我觉得已经做得很好了 说实话 24小时到很好了 我在德国的时候 德国转一笔账 两三天很正常 有到四到五天都还没到 也都是一样 你转出去这个钱 发现诈变 你可以把它追回了 对吧 我们现在24小时 你让我们银行做这样 相比之下 德国人多轴啊 我们中国人实在是非常灵活的 而且关键在这个 移动支付领域里面 我们大多人用户 根本就用不到 转账这个功能 所以我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 而且在这个 比如说电子支付这方面 我们中国是走在世界前列的 对 我们来关注一下 场外很多朋友发来的看法 一位说电信诈骗 却棒打了支付宝和微信 是不可理解 认为说你这是冤假错案吗 微信和支付宝 它并不是出问题的 但是你现在呢 好像这个力度是用在他们身上了 还一位说 防止电信诈骗 政府的举措应该支持 一位说 有点过滤了 只是为了加强管理 实际上呢 是不会影响到 多数人的消费习惯 另外一位说 支付宝带来的方便 明显改变了大家的支付习惯 也改变了银行 依然会使用支付宝 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 我们的互动平台 发送您的看法 将有可能获得 门窗木翔五金专家 金刚狼公司提供的奖品 有这样一种说法 好像是说起来比较严重 认为说 这次的这种限制呢 似乎是在开倒车 不是在进步 实际你觉得是 怎么看的 我不这样认为 因为首先 我们在这个移动的支付里面 确实有很大的风险存在 我看了一个数据是在2014年 就是说我们全国有近2亿的手机用户 手机受到病毒干扰 因为我经常经常受到一些莫名其妙的同学都来短信 你的这个事情我都知道了一个链接 我因为想 肯定都是手机中毒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觉得要加上一些措施 是有必要的 那措施在哪个方面呢 第一方面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软件系统的安全性要提升 手机的安全性要提升 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在支付环境上的管理 为什么我觉得这一次对于支付宝和微信的这个支付的比数 也要介于限制呢 因为实际上我们大家都认为 我们的诈骗主要是发生在银行卡上 对吧 有个人诈骗 有个人几十万 全是银行卡上诈骗 没有在支付宝上有什么问题 但是恰恰相反 支付宝因为它的便捷性 它在这个转移资金的时候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 它转移资金起来非常非常快 我一个账户转到几十个账户 几十个账户转到三千个账户 我经常都无法追悟 难度非常大 这个时候 所以说我们才需要一种限制 如果说是我 让我来马上限制 我每天转账的比数 我觉得一比到两比就够了 我不可能超出三比到四比的账户 那犯罪分子就算盗到我的账户 他也没办法利用我的账户 来做这个转账这个交易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去想 我们做到临时 做一个次数上的限制 是非常有必要的事情 这么解释 是不是觉得有道理了 我不太认同 我觉得这个政策 我个人觉得是在开倒车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 移动互联它是每个行业大趋势 所谓趋势就是要顺势而为 不能逆势而为 就是一个大趋势呢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所有的事情 就要有移动互联的思维 移动互联的思维 不是你做个网易APP 或做个客户银行的客户终端 就叫做移动互联 移动互联它的概念 就是整合所有的碎片化的资源 然后统一一个出口 为什么那么多爱用微信钱包跟支付宝 是因为它们很方便 它们整合了我所有的渠道 所有的银行 然后在上面我可以做很多事情 买东西啊 手机充值啊 还信用卡啊 都可以 特别方便 所以说你在限制这次数的话 也限制了这种便利性 对 限制了便利性 限制了它的效率 对对对 但是呢我想啊 这个央行公布的这个通知精神 它是一个算是一个公共政策吧 公共政策可能不同的人看待它 或者是理解它 关注的点恐怕不是特别一样 比方说我们个人或者是商户 更关注它的这个便利性和效率 但是整个的这个全局的管理方呢 可能要关注它的安全性和稳妥性 现在如果是安全性出问题的时候 恐怕就要在这个 比方说你的效率这方面要适当的要慢一点 不能够弄得太快 弄不好 这车开翻了 这个危险性还是很大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TV透马上回来 央行发布最严新规 支付宝等转账将限制比数 这一举作对非银行支付机构意味着什么 他们会因此失去曾经巨大的市场氛围吗 民众会因此而改变已经形成的支付习惯吗 互联网金融的黄金时期结束了吗 TV透欢迎亮见 支付宝微信转账将限制比数 你有力吗 好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TV透 今天说到了央行出台新的通知 要求对支付宝和微信钱包的 转账的额度和比数要进行限制 你会怎么看待呢 刚才文才有些想法要说 有些什么想法 我们这样子来看 我们这个通知 主要是为了防止这种新型的网络犯罪 对 那为什么会有犯罪 一 我觉得除了有些人的贪欲 第二个 换句话也是有些人私欲太重 有些东西不是你该得的 反而被别人给赚了控制 第二 还有一个是什么 很多现在的支付 确实很多的环境不安全 技术不安全 那么如果说我们提高很多的意识 防范意识 这也是一个办法 所以说很多的根源在于我们人操作这个心理 强调要提高大家的这个防范的意识 然后安全的意识 还有一个是自己的贪欲少一些 心里淡淡一些就不会发生清华大学 那个教授被骗了一千多万的那种事情 那还有一个是什么 当下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种 不管是柜台 这种传统银行的支付 还是网络银行的支付 我们也看到他们之间在共同的进步 随着整个互联网 互联网家 还有我们的互联网金融这一块的发展 他们之间也在共同进步 受益的这种潮流 符合我们很多的储民 还有很多的这种用户消费者之间的需求 所以这一块我们更喜欢是看到 之间联者之间的联合 合作 而不是说让我们这种普通消费者 做一个二选一 二选一就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受伤 就会被伤害了整个行业 现在有不少人有这么一个疑问 说这次央行公布的通知当中 只是对非银行机构的支付的账户 进行了一个限制 那么银行网银 或者是他们的APP客户端 这方面的限制 有没有这个社内做过研究吗 对 实际上只要是非贵面业务的 都受到了限制 都有被限制到 也是一样你的额度 你的支付的这个次数 都是你自己跟银行事先商量好的 超过了你就去贵面去处理 这个承认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承担 这种不应该的事情 或者说意外的这种 应该这种勇气吧 对吧 我可能 原因是我研究一笔 但我今天非要转五笔 那我就没办法 我只能去银行去办理了 我觉得应该 大家应该承担这个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次通知里面 让我觉得最走心的一句话 就是说 有一个原则 叫做去了解你的客户 原来没有蹭到哪个文字里面 通知里面发布这样的一文 就是说 作为银行 作为支付机构 你应该去了解你的客户 比方说我是跟支付宝 是紧密合作伙伴 支付宝知道 我就这个普通用户 我每天可能 消费可能就几十块钱 吃饭什么的 就是这样的 但我的账户上面 就不应该出现 每天几十万几十万的流水 出现那种情况 就应该异常 就应该锁定 原来就因为我们没有注意到 这个方面的问题 那么多的支付宝账户 被盗了以后 实际上你可能 你的账户没有受损 但通过你的账户 把一个一个一个链接出去 把别人最后一盗的 一大笔钱 分射到几千个账户出去了 最后这个事情 再也追回不来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而且我们还要意识到 实际上我们这个银行 它自己的这个 自己的这个代言人 它这个银联商务 就它的银联 它也是电子商 那个银联 也是一个电子支付平台 它实际上也是 这个非银行机构 它这次也是被受限制住的 并不是说 对它网开一面 如果说对它网开一面 我现在肯定破口大 为什么说 你对它网开一面 你是要发展 你的银联电子钱包吗 它实际上 它也是被限制住的 这个我们也看到 刚才我说的 就一开始说的 其实这间行业之间 企业之间 在互联网这块的应用 处于一个 就是份额是不厌的情况下 所以说这个政策出来后 对于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这些用户 反而伤害更大 受阻更大 因为我们现在 你说你有下载几个银行的APP 在座的 那我们更多是考虑 我们的消费用户 你的便利性 国家出来政策 很多东西 我更希望是通过 我们普通百姓的 它的便利效力 或者整个的效益 在这里面能够产生更好的 所以说就是 我刚才说的前面那句 通知里面说了 要了解你的客户 你应该多跟 你的支付宝的客户 去你好好沟通 让他好好了解 因为文才总是在强调 整个社会这个交易的 这个效率 这个效率的问题 我倒想到说 我们总是希望说 整个的社会的 这个交易成本 是越来越低 效率是越来越高 按理说 这个互联网金融产品 是极大的降低了 这个成本 然后提升了这个效率 但是很遗憾 就是整个的社会呢 需要有一个匹配 因为整个现在社会呢 我们如果是宽泛看的话 比方说目前社会的 法制环境 还有社会的信用环境 都不是很理想 所以说导致说 我们整个社会的 法制环境和信用环境 不是很好的时候 就会使我们的 交易成本上升 交易的效率下降 这个呢 可能就是社会进步当中 目前我们要付的 一个代价 我们再来关注 一些朋友发来的看法 一位说 一位说经济低迷 连银行的日子都不好过 拼上老命 也要把储蓄抢回来 问题是支付宝有2.5的利息 银行才0.3 大家凭什么给你 认为说你的这个硬伤在这吗 你怎么可能抢回去呢 还一位说转账限制次数 是为了堵住电信诈骗吗 还是为了收费 另一位说 请姜妈把银行卡和支付宝 微信转账 仪式同仁监管好不好 还有一位说 坏了规矩了 所以要打屁股 否则亲生的孩子是照不住了 就是刚才回应你那个说法 你认为说这个亲生呢 是没有什么偏心的 他认为说还是有偏心的 我们谈另外一个角度的 这么一个分析吧 有人认为说 通过这次这个试验呢 好像是说支付宝 和微信钱包代表的 这个互联网时代的 这个金融产品发展的 一个黄金时期 好像已经过去了 罗罗你觉得这个判断 可以下吗 我觉得不能这么下绝论 应该说是整个互联网金融 它我觉得是刚刚起步 正步快速发展的一个周期 因为只要有制度来限制 受重视了 说明说这个发展的速度够快了 然后第二个的话 现在越来越多人 依赖第三方的支付平台 所以它的一个客户数 基数 包括整个的发展的趋势 是非常多的 非常明朗的 应该是它的 环金的发展期还没有到 还在快速发展期 这个文采怎么判断 我始终坚持一个观点 任何的黎明前的黑暗 都是可能存在的 现在这种通知出来 其实它是更能够让我们的消费者 更放心地去应用很多 我们所需要用到的很多的软件 尤其像我们更便捷的微信支付 支付宝 这些钱包这一块 那另外一个 我们也看到 当过去这三年的移动支付 快速发展 存在很多弊端的时候 确实需要有一些自冷剂 来为行业提供一些自冷 但是我们也更希望是 在整个的通知 这个未来 包括执行的细则的时候 更多的人性化 能够让我们这些人 在享受这种便利的时候 享受安全的时候 更能够促进我们很多的企业 比如或者个人的 消费水平的提升 企业的经营的水平 正快的提升 应该是这样子 但是至少我觉得 也算是一盆温吞水吧 让过去这个比较热的 互联网金融产品 是不是要实断冷一下 我觉得也不是 我觉得他们的 首先第三方支付平台 它的盈利点 并不在于这一块 它盈利点 首先最大一块 是来自于商家的服务费 对吧 0.6%的手续费 好像大概这个费用 另外一块 它确实动了心形 当时是想 杀入到银行的传统行业 也就是说 存款贷款里面去 但是没想到 鸭妈有鸭妈的手腕 我是管规则的 游戏制定20万 就这个上线的 立刻给你喊听 立刻喊听 这样一看 马爸们他们就想 那只能这样子 我马上刷不了 这个心思打不了 打不了 我就做小额的 小额的理财 小额的贷款 这个地方 他们也做得丰盛在一起 换句话 我今天出去买一斤橙子 我得给打击支付款 你这个地方 我做得到 因为我打击支付款 你这个地方 你这个地方 自由留意 自由留意 在我们 这一个网友打击 不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 不不不 不不不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